港澳辦副主任鄧忠華 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 警務署副署長劉次衛 警務署國家安全署高級警司李桂華 美國說這四人因為有份制定和實施港區國安法 在當地星期一將他們列入制裁名單 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會被凍結 同時又禁止美國境內人士與他們交易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說 中國內地和特區官員透過政治檢控 持續削弱香港自由威脅香港自治 聲明促請北京里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美國早在8月已制裁11名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 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根據美國國務院上個月交給國會的報告 指林鄭簽署港區國安法成法 又引用緊急權力限制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包括押後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港府星期二回應制裁 形容美方行為野蠻和不可接受 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 重申特區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中一名已經出現了 day let diez 到10秒 40秒 糕 市集局 仰地 出現了 糟